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那這一期我要來玩金恩 上一期抽到的 上一期戰鬥卡比較費啦 那如果你沒有紅寶石的話 又想要抽戰鬥卡 戰鬥卡附盆可以刷得到 但是機率的話應該很低 給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跟七騎士一樣 當時候也是有些玩家是從這邊有刷到他想要的戰鬥卡 再蠻下面的 如果你真的是窮途末路 然後又很想要的話 就拼一波把你的召喚券跟AP砸下去 我剛剛有大概四刷七十刷 沒抽到 放棄 過頭是不是 這裡 就在這邊 總共六張 特殊卡 好 那我們就來看金恩吧 金恩是黃屬性平衡 這次七大罪也是五個屬性都有啦 跟那個七騎士很像 七騎士是剛剛好都有五個屬性嘛 然後這邊也是 拳頭的話 兩隻喔 那盾角的話 三隻 平衡的話 也是三隻 拳頭反而比較少 好 他是黃屬性隊長 跟那個職願一樣 45% 然後20% 然後核心也是有這個持續爆破 解除了傷害這樣子 這邊少了一個背 然後這個解除神聖大概有個BUG吧 現在好像解除不了 我剛剛玩了一陣子都解除不了 我待會可以演示給大家看 好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BUG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掌風 技能123都是掌風 跟那個馬鈴一樣 12% 然後能量槽20% 那這邊免疫實化 然後可以把 他也可以把人家實化啦 技能2 那這邊是PVP 這邊敵人無法使用打擊型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就只技能123 那PVP在這個遊戲的定義是 武鬥戰 排名賽 冠軍聯賽 還有正名的戰場 這幾個地方 因為上一期有網友跟我留言是說 他就寫PVP是打玩家嘛 那PVP是打電腦 但是這個是通用的定義 但是在這個遊戲的定義 這個標籤的定義 是我剛剛說的那樣 這個大家應該有這個基本的概念吧 應該有這個基本概念 玩這個遊戲的概念 好 那宅兒的話就那個嘛 對方是神聖的時候我們打他 攻擊命中神聖這樣 他這邊沒有一個中刮 我覺得這句有一些BUG 這邊寫50%機率追加嘛 50%機率 我不知道什麼什麼50%機率 是普通攻擊的就50%機率嗎 但是我剛剛都沒觸發啊 所以說 感覺這個目前好像有點BUG 知道的人可以給我留言或跟大家討論 我待會演示一下這個狀況 好 技能1 2 3 技能1跟馬鈴一樣都是瞬發的 一瞬間就射出去 然後判定範圍比較小 跟馬鈴一樣 所以清兵不好清 那防禦轉攻擊啦 所以說你可以給他用盾套 雖然他是平衡角 好 平衡角 好 那7秒神聖 技能2的話是絲化 絲化的話是點攻擊 就是從天而降 有點像那個亞伊林那種弱雷 或是女人貓咪 如果敵人在移動中可能會miss 可能會miss 那有30%機率重置 好 那技能3的話守護獸 他這邊是第二型態啦 就極限護甲 然後一樣是7秒神聖 大概打個兩三下吧 然後往前稍微打個兩三下 那對於金恩來說 技能1 2 3都沒有圖經濟 所以說不太適合打冠軍聯賽 他就只是站在原地這樣打 那他的普通攻擊大概是 目前所有角色裡面最遠的吧 隔了好幾個人都打得到吧 就站起來站在原地 然後敵人離你蠻遠的都還打得到 可以鞭屍啦 好 那來繼續看著 打手石化 我們來預覽一下 就這樣而已 進了1 這也是 弱雷有點像落下 失化 蠻快的蠻快的 算快 然後就打三下 然後就消失了 三招都長風 這一招的話不用面對敵人 因為他幾乎是 這個畫面 再遠一點就打不到了 如果敵人離開你 超過在螢幕外面的話就打不到了 所以說這一招內劍三器不用 不用對著敵人打就可以打到 那他這一招光火的話我覺得動畫很長 動畫相當長 所以說我覺得這次就是設計來打那個 公會討伐戰 雙神聖 那這幾天看大家打得怎麼樣吧 可能有人會去挑戰 我就短期間 短時間內不會挑戰 因為我 還要練還要養成 沒有那麼多資源 我比較想要先練馬鈴 馬鈴可以打那個 隊伍接力 挑戰 比較有幫助 對我來說 因為公會的話我就很懶得打 公會的話除非我們 我們的 這些公會的這些成員 大家都跑來打 然後可以通關了 我就會幫忙打 因為目前剩下三個人 只有三個人在打 之前還有一個可以打 他要退出公會 然後我也是兩把鑰匙過 因為這個要一把很難 要兩把鑰匙 大概就360 360左右就可以了 那我也是都用這一組 只是那個鑰匙 現在那個 回氣被 下修了 到時候可能會修回來 那再看看怎麼樣 如果你硬要用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 就是帶個回氣卡帶多一點 應該也是可以撐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看吧 好這邊都看完了嗎 那緣份的話一樣 大概都是大部分都是這樣 有一個減CD 然後加攻擊力10% 減傷4%這樣 那這邊要HP70%以上 好這邊竟然link了這個 14年的Nakoruru 南媽哈哈 南媽哈哈 好那我們就來玩吧 我先打那個7加射 然後再打那個戰鬥卡副本 就打那個比較耐打的 我看一下我現在剩幾張 又剩三張喔 我剛剛打了好幾場 四打四打都把他打死 剩三張 我最近沒有打什麼 十四任務 我今天過來打一下這個入場卷 反正我最近十四任務沒打 然後修羅道也沒打 就累了啦不打了 好 我把我就裝那個 盾套 然後保底券我還沒換 還沒換他的特殊卡 應該是會換他啦 應該啦 那我就不會再抽了吧 還要再抽要花9000紅寶石 我就想要存著等下一次的火 下次的 BS那種厲害的角色出來 再抽 總之要巫衛魚籌模一下 好 24000 來吧我們可以先觀察一下神聖的部分 竟然E3有神聖嘛 然後 神聖的話沒辦法被爆破掉 沒辦法解除 至少解除不了 我剛剛看都解除不了 好 你看有雙神聖跑出來了 你看我這樣普攻他都沒解除啊 解除不了有沒有 神聖解除不了 會消失是因為那個時間到了啦 我現在雙神聖嘛 也可以消失的是時間到 7秒了 大家關注這邊 關注這邊 被禁聲只能3起手了 你還想1起手太難了 所以我覺得 近戰打的話應該是要321啦 321 那 遠遠的打你就123 因為他沒有突進技啊 所以你1 晚之後你也不知道幹嘛 就2 他就死化了 那你這邊走過去打 走過去出3 所以說看你要123321 隨便你 321當然是最安全啊 因為有個極限護甲 那2的話是10的話 然後還有重置30% 然後還有重置30% 好來打一下這個 虛假大神應該打不過 因為他會一直給我放招 被打了 很尷尬還是一直打不到地板 所以不管你是12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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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變成了 好我要閃退 閃退 我閃退 好我們來打一下那個 戰鬥卡副本 跟馬鈴一樣 我覺得他就是清兵不好清 他比馬鈴還不好清的原因是因為 馬鈴至少技能2會衝過去 衝過去到敵人後面 然後放那個大冰塊 那他就只有一個 絲化 然後他的技能1又不像那個誰啊 又不像那個女人一樣 那個貓咪衝過去可以撞一大牌 因為他的判定就 很窄啊很窄 跟馬鈴一樣 然後就打這個2萬4的 然後就打這個2萬4的 稍微玩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 一樣有穿透效果 有沒有 石化他只有一定的範圍 有些 有些敵人就沒被石化到 然後普通的那個 普通攻擊的範圍超遠 有沒有超遠 敵火很有還打得到 有沒有 但是沒什麼威力 然後可以打得到地板 普通攻擊打得到地板 石化喔 很沒力 打起來很沒力 都在用普通攻打 因為他的技能實在是 就 一瞬間就沒了 技能1、2都是1下 然後技能3是3下 打不到地板 3 2 1 3 1 2 1 好難按喔 變成 2 3 1 要連按吧 因為 即便是技能1 打不到地板 被石化之後 你還是可以戳他們 所以我覺得 3 2 1 會好一點點 的原因是這樣 然後3起手的話 有極限護甲 可是1的話可以 防禦轉成攻擊 傷害會比較大 當然如果你是覺醒爆氣的話 就沒差了 就連按嘛 喔沒有全畫面喔 他只有那個劍的範圍 剛剛大家有看到 那個小兵 站在下面一點 就打不到 他 邊他 邊他 3 2打到地板 1打不到 所以我覺得3 2 1好一點點 沒死啊 傷害太低啦 好 你們剛好看神聖嗎 我都沒看耶 因為我已經放棄了 感覺就是解除不了 可能上修又沒修好了吧 對不對 可能有人覺得 上次直播的時候 他的持續爆破 如果被解除的話 攻擊討伐戰可能打不了 那他們可能要修 然後可能又沒修好 因為他可能一口氣都修了 你知道嗎 就是第一彈 我們已經看到原來的技能 然後他修過了 我們知道他修了哪些地方 那第二彈的角色 就直接出了 我們就不知道他原本是怎樣 就直播內容吧 可能跟現在有差 好 那就先這樣吧 我覺得這隻的定位 應該就是打攻外討伐戰 那只是我也還沒實際去打 就等這幾天吧 應該會有其他玩家 有一些心得吧 或是有人做影片也不一定 那我就先基本介紹一下他的技能 整個玩法 然後打擊感 沒有 就是站在原地一直射 射一下兩下 然後叫出那個守護獸 那神聖的部分 我可能覺得是bug吧 大家再討論看看吧 就解除不了 好像都會一直在 那個標籤都不會不見 OK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李赛 李呢 李明星 李今天